一人严雅伦过去曾因个人感情闹上版面 但前阵子的MeToo风波 却也引起网红耀乐出面开记者会 指控在自己未成年时 遭到严雅伦强制性交 投拍 而后事件8日侦查终结 认为被控妨害性自主部分 不起诉处分 但也认定严雅伦拍摄 持有与少年性行为影像等罪 依而扫兴剥削防治条例提起公诉 对于网红耀乐突然开记者会 并大动作指控严雅伦相关事情 对此严雅伦声明中也提到 认为动机不明 也点出本人与要乐近五年仍有联系 且双方互有主动 至今仍不能理解 对方提告的动机是未明还是立 此外严雅伦强调 绝对不想也不会仗着自己公众人物的身份 而去扰乱社会的秩序 除了面对起诉的部分 也希望尽全力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不让家人朋友担心 我一样很爱这个世界 也很爱每个人 暂时不会再对外多说什么 或博取什么关注 只希望这件事能尽快落幕 此外他也表示 本人因不是法律在双方合意下拍摄而误触法律 而造成社会不安和占用公众媒体资源 深感抱歉 更对于本人无足轻重的私人情感占据版面 深感无奈和遗憾 同时声明中也提到 经检察官裁决后 证明闫亚伦和耀乐在交往期间与分手后 从未对其有过强制性交与黑道恐吓之行为 闫亚伦也谢谢检察官证明清白 值得一提的是 声明书最后 也意外发现他悄悄将 吴根林改名为吴炳如 事实上 近周刊曾报道闫亚伦卷入风波后到处求神问补 甚至找来娱乐圈知名的命理大师为他改名转运 有人爆料他找了两位命理大师为他改名 各位他取了吴洛家及吴炳如两个名字 但命理师高玉林却提醒 若有当王之余 炳又带有伤官 小心会变成傀儡 让大咖或金主 或被握有把柄的人控制 建议谨慎以对 最后严亚伦则以吴炳如为名 感谢观看